习天天在练习 天天在修正 从初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没有一天放生过的 不要以为自己没过时了 以为自己没有过时是最大的过时 所以我们要想 等着菩萨天天还改过自信 我们是什么人 等着菩萨把最后一瓶身相无名破镜了 他才没过时 只要那一瓶身相无名没有镜 他天天休息 我们怎么可以放异 怎么可以懒散 而不认真 这一句话意思 深了 在大乘教法里面 三学六度 是菩提道的总纲 细行 不计其数 下手之初 就是敬业三福 就是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 一开端 孝亲尊师 实在讲 整个佛法 整个佛法的教书 彻时彻踪 就是真正正思 从孝敬开始 到孝敬圆满 我们真能够长存孝敬心 你就走向菩提道 孝敬心圆满了 就成佛了 这个道理 我们在讲习 跟诸位报告都无词 希望大家要体会 要明了 我们齐心动力 也于造作 都不能够违背 这个大宗持法门 最应邦大师讲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有道理 应光大师 一生 除世待人 皆无沉浸 而一意 尽管 优优独播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